我先講一下今天這個 黃富星黨部做這個東 因為我自己本身是 黃富星黨部的黨員 那我又是軍校的同學 所以我很瞭解 我們這些軍校同學 這種心情的想法 其實就像蔡委員所講的一樣 侯友宜 這個韓國瑜 不是唯一的藥方 但是我相信今天 韓國瑜絕對是藥影子 就是他這個 尤其是在黃富星黨部 這一場的這個盛宴之中 他們兩個促成他們兩個見面 可能就像是剛剛兩位 這個委員所分析的 可能侯友宜個性比較堅一點 他放不下身段 對不對 他鐵漢的形象 警察當久了 然後韓國瑜是很熱情的 他在等你的這個 兩個互動感覺好像美中不足 但是各位要知道 我據我了解 別的韓粉我不講 韓粉其實不能包括 所有的黃富星黨部的成員 但是黃富星黨部絕對是韓粉 裡面很重要一個成分的分子 就像是鋼筋水泥土裡面的水泥一樣 黃富星黨部的這些成員 他們是鐵票 而且是鐵定支持 絕對是支持中華民國的 於是各位要知道 我們的校訓叫做親愛精神 對 沒有別的 就是可能我們彼此之間 同學在一起 學校學習在一起 個人會有個人的一些看法 但是一旦面臨大局的時候 大家一定是親愛精神 同桌共濟 團結一致 一致向外 就跟所有韓粉的 其實裡面的水泥 就是黃富星黨部 所以我今天要說 韓國瑜跟侯友宜這次見面 雖然說不見得就是 一定是很好的藥方 但絕對是一個很好的藥影子 我們講金斧衝 其實我們這段時間 陸陸續續看下來 我們發現這個韓國 侯友宜的這個原來 我們國民黨裡面的這些大佬 原來跟侯友宜之間 有一些想法不一樣的 從連戰開始 對不對 連戰也見面了 然後朱祝姐也出面來講話了 對不對 然後金武松 金武松後面代表誰呢 就是馬英九 就是馬英九這一局 另外我們還知道 今天的韓國瑜 趙少康 這些大佬都站出來 其實我相信很快的 這些 就像金武松所講的 就是這些立委 或是以前我們國民黨的一些 這個立委或這些候選人 陸陸續續都會歸對 雖然我們都講說 柯文哲民調高 但是我個人覺得說 柯文哲民調很明顯是 年輕人居多 但是你要知道 年輕人是有點空氣批號的感覺 對不對 打個電話 他在家不見得接到 他這個街頭訪問幹嘛 其實我覺得並不是 而且投票當天他可能年輕人 去教育 去幹什麼 他不見得會去投票 那反而是這些生懶的是 像刀子他都會去投票 所以我覺得如果說 這個侯友宜這一次 能夠藉著金輔聰的幫助 然後金輔聰對他還有一個 有兩大優勢 第一個是金輔聰 他當過國安局的秘書長 第二個他當過駐美代表 我們知道侯友宜現在給人家感覺 形象上面是在國際方面 這一塊好像比較弱一點 比較沒有國際的一些 這個外交上的一些策略 比較弱一點 金輔聰剛好補足他這一塊 金輔聰在國安方面 也可以提供侯友宜很多國安的 這個策略跟想法跟具體的做法 其中當然國安最重要的 就是兩岸的問題 所以我相信金輔聰參加進來以後 一定會給侯友宜提出來 就兩岸的政策應該怎麼樣來做 國家安全包括到國際關係 跟美國之間的關係 應該可以補足到侯友宜的 這一塊的一個比較弱 給人家感覺形象比較弱的這一部分 應該可以給他很快可以補足 另外我覺得有一點很重要的 就是說今天柯文哲雖然說 民調雖然說號稱第二高 可是就跟亮哥所講的 他很多是含粉過去的 那現在韓國瑜這次出來以後 會不會這些人又回來了 我相信是會的啦 還是會的會啦 因為這邊我們自己 我自己身為黃國瑜黨部的議員 我們都有這種觀念 就是要以大局為重 對不對 共同要下下民進黨 是我們共同的心聲 那我們當然希望說 這個我們正統的藍軍所支持的 還是國民黨所提名的侯友宜嘛 這個是不變的 這是鄭藍軍 所以說我相信這些我們很快 我們這些黃國瑜黨部的學長學弟 大家很快會串聯在一起 互相形成一股力量來支持侯友宜 那只要他民調一拉上來 超過柯文哲來講的話 很快的這些 原來跑過去柯文哲那些人 可能很快 我相信很快就會回來 所以我相信金國松的入局 其實對侯友宜來講 是大大大加分 而且這個效果應該很快 就可以感覺得出來